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借这个机会代表出为我举办了一个等于是告别餐会 我告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 我的任期已经六年已经建栏 那在过去六年来各位华人朋友对我的支持 对达赖老马北美代表处的支持 对藏人行政中央的支持呢 为了表达感谢我们举办这么一个简单的餐位 希望各位一定有一种在寒冷的天气中有一种很热情的感觉 这是我的希望 那接下来我们有几个贵宾讲话的部分 我交给一位我们的汉人朋友 迈科成 迈科成是台湾人 长期对西藏跟西藏问题意想非常关注 加州市场福大学刚刚毕业 目前居住在华盛顿和GC 的确认领地得让那书非常地厉害 Our Chinese liaison officer will soon be bidding farewell to us OK 让我们一起欢迎 扎西先生 他是我们祝贝美代表处的副座 我感谢刚刚几位精彩的发言 我刚听到前任代表的那句话的时候 他暗示我们 在今天的那个唱会上 他可能会唱一首一首歌 所以我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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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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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h 是的 那我在工作六年期间 g想要 下个月 활동 所以有一点感念 跟各位分享 各位亲爱的朋友 感谢大家来到这个一年一度的新年参会 让我有机会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感谢诸位在过去的岁月里 对我工作的支持 对我们半部师工作的支持 对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社区的支持 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 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再次向大家报答 在新的一年中 我将告别纽约调任新的岗位 我担任达赖喇嘛 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 已经有六年了 达赖喇嘛尊者一向非常重视 藏民族和华人兄弟姐妹的友好关系 他说过 藏民族和汉民族友好相处了上千年 我们两个民族的人民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今后我们总是要恢复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 尊者经常教的和鼓励藏人行政中央和藏人人望社区 展开和汉人兄弟姐妹的对话和交流 藏人行政中央因此在北美 欧洲和澳洲任命的华人事务负责人 我受命担任北美地区的这项工作和助力合作 是我一生的荣幸 在我任职期间 承蒙大家的支持 我和大家一起展开了一系列的汉藏交流工作 我们组织和帮助北美华人朋友防御印度和尼国人网站的社区 举行了很多次汉藏交流汉藏交流汉藏交流会议 很多汉藏朋友付出了极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代价 热情地参与汉藏交流活动 一些华人朋友多年来密切关注西藏问题 调查和研究西藏问题的真相和实质 在电台电视上评论西藏局势 出版书籍写文章讲述西藏问题 向广大汉人朋友了解达来 往尊者倡导中间道路的方案 在众多汉藏朋友们努力和合作下 汉藏交流活动远远不断 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通过汉藏交流 而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 越来越多的汉藏民众 开始对达来喇嘛唱歌的中间道路 有所心得认识 达来喇嘛尊者说过 西藏问题的解决 单靠藏人是不可能的 必须得到全世界的支持 特别是汉人兄弟姐妹的支持 达来喇嘛尊者唱歌的汉藏人 是在未来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 为汉藏民主的成员友好相处打下基础 我们的汉藏朋友交流 我们的汉藏交流活动 有着历史性的利益 汉藏交流正在结出成果 这些成果归功于达来喇嘛尊者的直营 归功于诸位朋友的参加与奉献 我为这几年能够和大家一起展开汉藏交流活动 而由衷地感谢大家 由于本人能力有限 一定有很多不足之处 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 大家知道 藏人行政中央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我是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下工作 现在我将奔赴新的工作单位 我会想念这几年来 我们一起为汉藏交流而做出的努力 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 虽然尚未决定有谁来接我的工作 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是一位很出色的人 继续负汉藏交流的业务 我希望大家给予他像我一样的支持 谢谢大家 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继续合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